大家好,欢迎来到穆罕的Reblox游戏时间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玩这个植物大人僵尸 这个Reblox版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的界面已经换掉了 之前是比较粗糙的 现在这个界面换得很高 而且这个植物样子好像也变了 包括它有一个多人模式要到十几 我们先接着玩 我们现在之前是玩到这几关了 第四关 对,这个 土豆地雷 我们接着玩吧 然后看一下有啥变化 菜鸟还是依旧是菜鸟 多了这个有头发的菜鸟 然后这边我们是要种这个香热葵 这个香热葵终于不是那个 像肉饼子一样的脸了 现在终于很圆润的 之前是像这个变上这个割草鸡一样是方的 不是方的 就是有棱有角的 现在是非常的圆润 好,我们的这个菜鸟过来了 这里放一个 这里放一个 现在这个植物的动作也比较正常了 之前那个植物感觉还是有能有角四四方方的 特奇怪 虽然我们的香热葵看上去还是像那个 汉堡肉 香肉饼子 好嘞 香肉葵生产好慢 然后中间都来怪了 好,好,好,好 好,好 这边没有这个 这边没有这个 来得及吧 不知道 好,可以 补上 哦,这里有个那个 带头发的僵尸啊 就相当于 那个带,带头盔的那个僵尸 我们现在植物其实还没被攻击到 攻击到会怎么样 感觉攻击不到 带头发的好像有点强 我们这边放一个那个坚果吧 这个坚果 这个眼睛好突兀 我这感觉在跳舞不是在吃东西 好嗨呀 他头发被打没了 再放一个吧 哇 这坚果好坚挺啊 这么硬啊 我们再中个向日葵吧 现在阳光产的还是有点少 他这个 我感觉这个比 比前面难多了啊 再放一个坚果 比前面难了 哦 一大波 菜鸟要来袭了 再放个坚果 哦 我们应该多造点向日葵 现在向日葵 那个太阳不够 哇 这么多 完了 这边感觉要再放一个 还好 现在这个向日葵多了 没事 我们再放个坚果放着 我打不动啊 我打不动啊 我再造个那个植物放这里 我们可以用下櫻桃炸弹 我直接秒 可以啊 银行炸弹 我记得是炸那个 9格 还是炸6格的 好 好了 再加个 放个向日葵 哇 他吃我们的哦 这个哦 其实植物挺脆的嘛 哎 过关 拿到了这个 土豆地雷 哎 这还有皮肤吗 啊 啥意思啊 哦 这不是皮肤 这开那个植物 商店 商店能买啥样 啊 好吧 没啥样 啊 我们看看接下来一关啊 让我们再打一关吧 现在这一关难度很高 哎 这个有铲子了 是可以把那植物铲掉了 哦 多了个这个弹簧头 弹簧头 看上去很强啊 现在我们可以靠 买地雷来炸僵尸 因为地雷便宜 不知道哪边先来 看上去先把香热魁线种起来 好 这边这边埋一个 地雷它是需要有一个准备时间的 然后它会 呦一下变成一个红的 那就准备好了 不知道多久啊 感觉好像我放太前面了 应该往后放也可以了 地雷应该是可以秒殭尸的 秒这个菜鸟 有地雷它我前期基本上都不需要那个 都不需要 不需要去放这个 豌豆射手 我们可以快速攒很多资金 在地里好像是有 看看这个又有个冷却时间的啊 先把这个 像这个可以先放起来 我们不急啊 现在 现在开始布置了啊 我们只要像这个可以夺 我们就可以布置了 哦 炸掉了 可以的 像这个可以没电话放了 像这个可以没电话放了 哇好多 多重点多重点 多重点 那我们再放几个坚果吧 好不用放 放这把坚果 哦呦 这个 阳光受不过来了 哎我怎么知道中间会有这个 哦 它会跳过 哇 这弹簧头 弹簧头 是它会 就是那个蹦蹦僵尸 高翘僵尸 它会跳过这个坚果 这有点厉害啊 那我可以这里放个雷 对不对 对不对 它跳过来直接炸死 哦 我这个像是可以太多了 给它塞满 好一大波僵尸 一大波菜鸟要来洗了 哇 我这个 点不过来了 一下子那么多 哇 弹簧头要来 咚 过来啊 哎 它过来怎么才能 咬坚果 这个是bug吗 它过来还能咬坚果 它不应该往前面走了吗 过来为什么要咬坚果呀 过来被坚果砍着了 我们来给樱桃炸弹 咚 哦 结束咯 好的 我们获得了铲子 OK 那么今天这个植物大战僵尸 大战菜鸟 啊 我们就先玩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看的话 记得在评论里面给孟涵留下 你的留言 点个赞 没有点关注的点来关注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